这个冬天您那里下雪了吗? 有人说雪是大自然写给人们的书信 这个说法真的很浪漫 有时候在冬天里 可能因为树叶凋零或者天气比较寒冷 天空阴沉沉的 我们会感到有些沉闷 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些经典的关于冬雪的诗句吧 这些诗句非常经典 在冬天读来 很美也很治愈 首先来看烟飞飞 雪飞飞 雪像梅花枝上堆 这句出自吴淑姬的长乡司令 烟飞飞 仗的冬天云雾迷蒙 小雪飘飘 梅花的枝头堆满了雪 不禁让人想到 春天从哪里来呢 阁拥封金竹 开门雪满山 洒空深向尽 激素 广亭咸 出自王为的冬晚对雪 一壶居士家 寒冷的冬天 隔着窗户也能听到外面的风雪 吹着窗外竹子的声音 推开门 看见大雪已经覆盖了对面的群山 雪花飘飘 更觉得小巷宁静 有矮矮白雪衬托着 庭院看起来更宽更美了 读到这两句会想到的是 白雪和古建筑真的很配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剧 金枝玉念 里面的宫廷雪景非常美 亭台楼阁 宫殿的红墙 金色的琉璃瓦 映着矮矮白雪 美不胜收 十月江南天气好 可怜东景四春华 霜青未杀七七草 日暖初干 墨墨沙 这句写的是霜 出自白居易的 早冬 可怜在这里是可爱的意思 十月江南的风景 真是惹人喜爱 就像春天一样 说像春天 是因为江南的十月天气 还不是太冷 有霜也还是一层 薄薄的青霜 那些芳草七七 都还不大受影响 难怪白居易还说过一句 能不易江南这样的话 在五月地方的数年任职 让她彻底爱上了江南 英式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柔碎 这句出自李白的清平乐 画堂晨起 冬天的早上起来 有时候会有惊喜 那就是周围的世界全白了 大雪纷纷扬扬 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 一个早晨睁开眼睛 就是碰到了这样的雪景 她也是心生欢喜 把飘扬的雪花 比喻成被天仙揉碎 撒下来的白云 这样的想象很有意思 既表现了雪花是 大片大片的 像飘飞的棉絮 又体现了雪下的狂乱 看到鹅毛大雪 总是会想起这首诗 这几句描写的是在江冰 黄昏时分的雪中景色 天色已晚 大雪纷飞 雪花是纷纷扬扬 扑面而来 把志愿还用一个五字 用拟人画的手法 表现出了雪花 潇洒四溢的姿态 有些雪落在树梢 堆积成了白白的积雪 远远望去 洁白宁静的 就像是梅花开放 而正在空中的飞雪呢 则又像是点点飞扬的柳絮 随风飘荡 每场落雪 都是一幅精美的图案 我们可以尽心欣赏 水晶莲外 涓涓月 梨花之上 层层雪 出自阳机的菩萨蛮 这两句写的是夜晚的雪 月光映着白雪 水晶一样的窗帘外面 挂着一轮皎洁的月亮 像是梨树开花了 而且梨花上面 铺着一层晶莹透亮的雪花 真是琉璃世界呀 其实一直都觉得夜晚下雪 更加静美 屋内有暖暖的光 屋外是雪花 速速飘落的身影 一切都很安静 偶尔看看窗外 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窗户上霜花点点 很安宁的时光 再来看一句 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出自陈森的 白雪歌颂五判官归金 塞外下雪了 仿佛一夜之间春风吹来 树上有如梨花 静香开放 小时候一直很喜欢梨花 梨花是白色的 不像其他的花那么艳丽 梨花开的时候总是觉得 美得很超尘脱俗 后来看到这首诗 就更喜欢梨花了 雪花堆在树上 像是梨花开放 梨花泄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树下呢 又会感觉像是 下雪了一样 天心碧玉穷摇 点点羊花 片片鹅毛 这句出自薛昂夫的 禅宫曲雪 这句很唯美 形容的是飞扬的雪 像天宫的碧玉穷摇 又像飘舞的 羊花和鹅毛 在冬天 如果您那里下雪了 漫步在雪中 感受雪从身旁 从指尖飘落 仿佛一切都融入了 洁白梦幻的童话世界 这是冬天才有的 独特的美 最后我们来看 柳宗园 筷制人口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立翁 独掉寒江雪 天寒地冻 大雪满山 世界在雪的笼罩下 变成了一幅水墨画 千山万里 不见鸟的踪迹 道路上也没有 行人的身影 一夜孤舟上 一位身披缩衣 头戴斗笠的渔翁 独自在漫天飞雪中 垂吊着 这样的意境 独一次 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寂寞的雪天 也是最孤独的雪天 更是人和天地 对话的大雪天 天地之间 是如此纯净而寂静 一尘不染 万籁无声 美的极致 美的动人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志愿树香 就到这里了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见 不见了 各位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